关注不迷路,每天更新故事,先点赞收藏再看哦。 话说古时,在吉祥镇上有一个早年丧夫的老婆婆,因富家姓刘,大家都叫她刘老太。 刘老太年近五旬,长相特别有福气。 他有一个儿子,叫刘青天,从小便非常喜欢读书,而且天赋异禀,别人几天才能学会的知识,他半天时间就都学会了。 刘老太看出了自己儿子的异常,便花重金邀请了镇上最有名的大儒,教授自己的儿子刘青天读书。 谁都没想到,刘青天在他十六岁的时候,便考中了秀菜,第二年便进京赶考,考中了榜眼,直接被皇帝封为本地的县利。 而刘青天一直受到大儒的影响,坚持为百姓讨公道,成为了一方青天大老爷。 这一天,刘老太突发疾病,刘青天赶忙把母亲拉到了城中看病的地方,问大夫母亲这是怎么了? 该如何医治?需要多少银子? 这大夫是一个心术不正之人,他看刘老太的病情比较严重,想着敲诈刘青天一把,便对刘青天说道, 你母亲身患之病相当严重,急需一些名贵药材作药引子,配上其他药物,方可治愈你母亲的病情,只不过这费用特别高,需要五十两银子。 说完,眼睛一闭便不再搭理刘青天了。 刘青天听了之后,脸色大变,心里想着,我一年的俸禄才挤两银子,哪里去找这五十两的文银呢? 于是便说道,郎中,你看可否奢欠一些时日?等我有了银子,我自会不上,你先帮我母亲看病吧。 说完,对郎中醒了一礼,郎中此时仿佛就像没听见一般,依然闭着眼睛。 刘青天这下可怒了,他叫手下把这个郎中给绑起来,面色沉重的对他说道, 你欺负我没钱,你就敢这样耽误我母亲的病情,今天我还就把话放在这儿了。 你要是不把我母亲给治好了,你就得死。 说完,狠狠地踹了他一脚。 郎中一看到这架势,玉玛悚了,心里也不敢再打乱七八糟的算盘,也不想着敲诈勒索刘青天了。 只见郎中凑了几位便宜的药材,一脸郑重地对刘青天说道, 大老爷,这个药肯定能治你母亲的病,这些药材不要钱,当我送给你的。 刘青天看到这些便宜的药材,心里愤怒极了。 他转过身便走了出去,临走之时,他给手下说了一句话,打烂他的嘴,让他在欺负人。 从此之后呢,刘青天便不再是刘青天了,他开始帮助给他贿赂的人,运钱不认利,老百姓全都恨不得把他吃了。 时间过得很快,一个月后,刘老太的伤养得差不多了。 他第一次踏出府门,却遇到了很多之前的好朋友的唾骂,他赶忙拦住他们。 询问这是为什么? 当刘老太知道原因之后,都快把自己给恨死了,他恨自己体质不好,恨自己不该得病,让儿子变成了如此的德行。 可是现在又没有办法,只能每天坐在房中,终日不出,默默地哭泣。 有一天的刘老太去门口坐着,刚好碰见了一个和尚淘水喝,和尚喝完水之后,看了看刘老太,紧皱的眉头便问道, 施主,你可否有什么烦心的事,跟频道说一说,频道要是有办法的话,定当竭尽全力地帮助你。 刘老太一听,盈盈地哭了起来,一边哭一边诉说着自己儿子的变化,他恨自己啊。 和尚看着一个年近五旬的老太,哭得跟累人似的,于心不忍,便对刘老太说道, 世间一切皆有定数,现在他在乎的只有你一人,而你的性命是他作恶得来的,你拿了不该属于你的寿命,所以你的儿子才会变成这样。 刘老太赶紧问道该怎么办,只见和尚悠悠地说道, 把不该你得到的东西给还回去,你的儿子自然就能够恢复如初了。 刘老太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 第二天,刘青天给母亲请安的时候,却发现母亲不在房中,桌上只有一封信,信中写道, 儿子娘走了,娘希望娘走之后,你能够保持原来的正直,我不希望你成为一个受人唾骂的贪官啊。 要是你表现好的话,娘还会回来的,娘会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你。 刘青天看到这封信之后,凡然悔悟,自己哪怕有再多的银子,自己的母亲不开心, 这得了身上之伤,治不了心中之痛,又有何用呢? 后来呢,刘青天又恢复了原来的青天大老爷,他把之前的案子全都翻供了,还了所有人一个清白。 而他的母亲在刘青天处理完之前的冤假错案之后,也回到家中,和刘青天生活到了一起。 好了,本期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,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 感谢您的观看,如果想看更多故事,欢迎关注。